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好 那么让朱立伦去选 选一定阵亡 这不用讲 一定阵亡 再加上今天我们党代表 被开除的党代表李柏蓉先生到现场来说 那这个接下来一定输 而且输得也搞不好未必会好看到哪里去 好 那么王金平呢 让他任不分区或者裸退 这有两种可能性 任不分区 最后怎么样 但是我们也知道任不分区 国民党在这个民进 这个整个立法院党 在立法院里面是少数 他也当不了什么龙头 民进党也不会傻到说我已经是多数 我还跟你交换什么资源 那什么可能的事情 好 那接下来就裸退 好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吴敦义选后就接党主席 因为看起来对国民党来讲 现在盘算的最重要的一个旗子 应该是选后的党主席 好 第二种情况就是洪秀柱被打点安抚好了 奇怪 我们怎么都一直讲洪秀柱被打点安抚 好 来 接下来呢 出现一种奇怪的组合 但这年头什么事都不奇怪 因为什么事奇怪都发生了 这个奇怪的事情就是朱王沛或者是王朱沛 让他这个选后都会阵亡 朱王沛跟王朱沛 说真的啦 选后都一样 都是输嘛 好 那阵亡之后怎么办呢 好 那一样的就是吴敦义选后接党主席 因为你们这些人都已经是战败了嘛 战败怎么可能会来接党主席呢 好 我们讲的是说 如果这个棋局是马金安排导演的话 有几种可能性 第三个就是朱王沛或者王朱沛选后都阵亡 那么洪秀柱退 他跟吴敦义合抢党主席 就是这个洪秀柱他这一枪呢 不是在拳带会开 是在后面争党主席的时候 再把他的关键录音带丢出来 那个枪再开 那个威力就大了 来争什么 争党主席 因为党主席才是真的嘛 对国民党来讲 好 第四种可能性是朱王沛或者王朱沛他们选后阵亡 奇怪到目前为止讲了好多阵亡 不管谁怎么组合 国民党都要阵亡 最后呢 马英九回任党主席 这语法是有可能的 这一招下去 国民党 有没有可能呢 等一下我们来听听黄复兴的意见 最后一种可能性 朱王沛或者王朱沛大选胜利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没有 不一定啦 就这事件跟我们讲过嘛 所有不可能的事情都会变成可能 好 那么朱立伦续接党主席 好 这个情况有五种可能性 那最后我还是要设计一下 黄复兴党部的胡将军 你个人的意见 你个人的意见 而且你卸下来这段发言 很有可能会被消音 不是 我这样不能这样骗 马英九 何人党主席 黄复兴 停不停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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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讲说 这里面的组合 你才弄了五个案 应该太多了 对对对 你的唯一讲 就是有十八套剧本 所以你有十八套的话 我的选项可能可以精确一点 你只拿出五个来 我很难选 因为我觉得以上皆非怎么办 那就改成政论题 对啊 定量像是胡将军在争论节目阵亡 按照马金的破话的话 其实最希望的就是吴敦毅 接党主席或是马英九 接党主席 其实现在看来看去 其实就是往他们的方向去 可是这两个接党主席 基本上没什么创意 国民党 国民党 真的没什么创意 这种创意只要安全下台就好了 这两个hold不住网 你是 我来讲 也是政党的实际权力操作 如朱立伦明年选后辞职 国民党立刻进行党主席的改选 对 那怎么该选 党员投票 那国民党党员刚有提到 那老师问说党员数有多少 对 国民党的党员数 如果按照洪秀数 在今年年初 他要选党内初选的党员 年数大概十几万 可是朱立伦动不动就喊 八十八万国民党员要团结 表示说国民党八十八万跟十六万 中间那几十万党员是没有投票权 为什么 没有缴费 没有交钱 所以国民党的各大派系 想要抢党主席 第一个现象会看到 就是国民党在今年年底之前 缴费党员数会暴增 那就看哪个系统进来 已经开始了 对 就会开始 就之前不是有传说 什么在中部有十万人要入党 不必十万人入党 你只要把那些没有缴费的党员 把他谁能抓得到 然后让他成为有投票权的党员数 这个是 这个是要竞选党主席 一定要部署的 对 那如果就马英九来讲 他一定希望党机器交给吴敦毅 他最放心 那王近平想不想 一定也会想 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主张说 洪秀柱都没有办法 他一定要败 而且要惨败 换朱立伦也一样 这个党 这个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如果他选得好 甚至他可能以后 这个整个局势是他的 对 所以刚刚你们也提到 就算朱立伦选这些大概也不会支持他 当然不会支持他 对 因为只有朱立伦失败的越惨 那选后大家越有机会 对 这是国民党目前一个很吊诡的一个权力 军先生 不过你说的话不算 因为你是黄鼠狼 那个施承 你的观察 我认为现在的布局 我觉得很多都是用想象 你知道现在这么无礼物 那些这么多的故事 其实你知道国民党剧本现在根本就就没有盘算算 你知道为什么 他的筹码不在手上 国民党盘算一向是错的 一向是太乐观的 所以从去年九合一大选之后 到后来的盘算 你会发觉完全是错的 包括十一月二十九号 那次盘算的那个所谓这个席次 跟那些完全跟原来他们的预估差很多 所以朱立伦一路盘算都错 为什么 包括当初的党主席选举 不对那个总统的候选人 大家都在闪 他如果说闪过这一局 先保住立委再说 所以总统候选人不想这次出来伤 这次出来没选上 就有选的记录就完蛋 可是没想到后来朱路姐守城的情况 非常的糟糕 于是乎在现在出来 我要讲 现在大家都在做故事 而且这些故事感觉上都这个有本有缘 主要是各方人马 都在放话 放最有力的话 那个所谓的四个这样的一个指示 其实都在我们的常识里面 我刚刚跟这个各位都讨论过 这东西好像感觉上都很正常 那所以从这个去演绎 演绎到后来就继续再发酵 我跟你讲 在十月七号以后 朱上或许朱下 可是那故事会继续往下传送 到一月十六号之前 国民党光灭火都来不及了 对 实际里面讲说朱立伦是最大赢家 马英九被骗了 洪秀柱被骗了 王金平被骗了 是最大输家 但是如今看来 如果说洪秀柱被惹毛了 这个贾春圣旨 马英九被惹毛了 吴敦义跟王金平 未子未定 所以不会全力辅选 其实最后最大的输家 叫做朱立伦 而最大的赢家 是不是就是马英九 波文 我觉得刚刚这几套剧本里面 我是认为这样 洪被打脸安抚 这一点我相信是确定的 就是说到最后洪一定不会有太多的声音 可是接下来我认为朱王武 其实他们已经在选举了 朱王武现在是在打这个党主席的选举 我这样讲 如果你会觉得说这个王金平 这个选后会去接这个不分区立委 除非他真的被逼迫 我觉得就他主观议院 他去接这个不分区干嘛呢 你知道王金平在十七年前 王金平在十七年前 大概就已经当过国民党的政策会执行长 朱记长这些党团干部都干过 而且他曾经在那个时候 还深受这个李登辉总统的这个倚重 他包括修宪工程 什么大风大汪他没看过 你今天怎么可能说要他回去 未来我当一个在野党的领袖 那我请教请教一个最现实的问题 就算王金平回去当在在野党领袖 你挡得住未来民进党要推的 所谓的政党法吗 你挡得住不当党产的清算条例吗 挡不住嘛 那到时候整个责任又归到王金平身上 我相信王金平经过这几次吃很多惊 我不相信他政治智慧会这样 那所以我觉得他自在怎么样 自在党主席 这是有可能 第二个我觉得说这个 虽然说最近有很多的故事 大家都说这个可能各种故事 什么甚至有人觉得这是掰的 我真的觉得这个不是这样子 为什么 我觉得包括像这次这个风传没血的 这个记者 那过去都跟我是长期很好的同事 我大概也都清楚他的消息来源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记不记得在一个月之前 那个时候包括国民党中央 包括红伴 所有人提到换处 那可是怎么可能呢 距离力争甚至拍桌子翻臉都有 结果换处后来有没有成真 就真的成真了 这个事情是铁针针针的事实 所以你现在要我们相信什么 包括我刚跟大家讲是 我到现在还深信 一定会有所谓的保命的这个录音带 因为这就人性来讲 这是有可能的 当然我也认同胡将军讲 这也许可能内容 没有像大家想的这么的关键 可是有没有可能 关键都是用比的啦 我不敢讲 对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 主台嘛 其实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逻辑 你今天一个那么高层去跟 到最后去跟这个红秀柱谈了 你不可能 总不可能跟他讲说 这个这个红副院长 我们要遵守宗教仁爱心意和平 我们要遵守国父依教三民主义 所以你就退选 你讲到三 不可能嘛 所以 所以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不可能 另外我觉得要提醒大家 其实在这过程中 假设真的 因为红副院长这段时间 他真的也花不少竞选经费 那有没有可能党主 党主义 去跟他谈说这些竞选经费 怎么处理 其实我觉得有可能谈 但是呢 这个也不能谈 我们 我提醒大家 我们的法律里面 因为有戳原子汤条款 可是没有所谓的退选补偿条款 所以你如果有谈到这个部分 坦白讲就是违法的 所以这个东西很清楚 就是如果真的有涉及到这些 而且这些东西坦白讲 也不是我们去造谣声势 是因为很清楚的红秀柱 在他当天换柱说之后 他当天下午的记者会 他很清楚地讲 确实有资源 确实有职务的 这些 这些条件 那这些条件 他没有说 精神上的资源 精神上就是我刚刚讲 三民主义 国父遗教 这个部分 他没有谈 我不晓得 你又讲三 对 所以所以我觉得 又讲三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其实是真的有可能 这个会隐藏一个变数 那至于说 有没有可能说 像这个水门案到那么久 我觉得恐怕不用到那么久 我觉得这个事情 等到风平浪静之后 慢慢的一些讯息都会出来 可是我只是提醒大家 政治新闻 有时候你说 紫虚乌有空穴来风 往往是真实的 有时候你说凭空杜撰 有时候真的就真实 例如我今天在看这个风传媒 这篇报导 我很仔细看到内容 我可以跟大家保证 这个绝对是一个非常高层的人士 在放话 这绝对不是无地放食 我绝对敢拍胸脯保证 这种你记者凭空杜撰 这个干什么呢 那关键是在于 一点 如果说确实马英九有表达过说 王金平是否参选 我没有意见 可是朱立伦假传胜死 我觉得这个对国民党是很大伤害 因为不要说别的 大家就台面上 我们就客观数据来讲 王金平确实是 里面国民党所有候选人里面 可能候选人里面 民调声望最高的 那假设你朱立伦 故意把这个民调声望最高的拉下来 又把你的劲敌吴敦一拉下来 那你自己个人的私心 我觉得大家就看得很清楚 对 瑞德哥 有没有可能就是王金平 就是说这个洪秀柱跟这个这个朱立伦 两个人在密谈 那开头洪秀柱就说我本党遵守三民主义 洪秀柱就说我个人信奉武权宪法 过去是我们讲过 过去曾经年轻的时候 在祝国团带活动的时候 是有讲说三国演义里面有这样讲 对不对 三国演义里面有这样讲 那是个笑话 不过我相信这个录音带理论上 应该是存在 就为了自保 那不一定是洪秀柱做的 我太太也问我说 你有没有存私房钱 我说一毛钱都没有 我还发誓 因为我存了二十七万 然后后来是涨价归功 还是全部被他没收 所以我告诉你 你不要忘记一件事 确实是有人在放话 洪秀柱的东北大学的学历 你知道吗 才全台湾才几个人知道 洪秀柱的癌症事情 才几个人知道 这些事情都是有人 一而再再而三放话 包括賴斯堡相关的 所谓对比式民调 有没有 名嘴媒体等等 都有人有计划的 透过一个放话的程序以后 让他形成一个话题 一个新闻 然后使整个事情弄假成真 一开始的时候 国民党党中邮报告 朱利潤全部都否认 全部都否认 最后全部成真 所以后面有一个 我不客气说了 这个牵扯到灾后重建 现在灾后 风灾弄的罪也更严重 对不对 我事后一年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两几百亿的党产 对不对 还有整个国民党 等到你上去的时候 那已经是几个月的事情 你知道吗 我先把我的党主席 先拿到再说 所以就算总统没得选 但是显然有人在后面做中 警员 然后不断的放话给媒体 透过不同的拍戏 不过不是指一个 等于说一个单位在放话而已 不同的单位 不同的拍戏 都在放不同的话 不过现在看起来黄复兴党部好坏 按照这样的逻辑推下去的话 朱立伦被你们推向险境 看起来 我们没有推他上险境 是他自己说他要承担 所以他既然出来 就是要承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